朋友们大家好 换了一根新的杆子 这是500买的 至于这个品牌我就不说了 反正是国产的 性价比蛮高的 看下我身后 这是洪水过后的样子 我顾帽子应该是有鱼过来的 用5.5克的小米诺 搜索一下 给这个新杆开一下光 这个杆子的名称我就不读出来的 它是M调的 然后抛头的矮重是5至21克 这是泛用杆 鲑鱼撬嘴都可以的 试一下抛头 哇 这感觉比上次那个99的 感觉舒服很多 才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种勇气好好给你感 鱼的开钢铢冲 哇 挑鱼 这 这 这 可以上 哎哟 红尾啊 这还有红尾上来的 刚刚还是没有溜过鱼 我们再溜一下啊 让我过一下鱼 走走你快走 哎对对对就走走走走 对对对 再溜一下 哎呀我这种感觉太棒了 走 都不走了 来走走走走走不走的吗 让我再溜一下啊 对对对就这样子 给点力小伙子 算算算你看看 哇 这种感觉太棒了 好的 好的我们起上岸吧 不扭了 看一下 红尾啊 这个应该有个 7辆 7辆左右吧 还不错哦 说实话今天的鱼货真的不好 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 让大家看一下 就这一个啊 就这一条 看一下我家的泥花猫 我只有仅仅半个月没回来 这个肚子就被 哪个家伙给搞大了啊 肚子鼓鼓的 我看这样子应该还有 隔板月就要生了 这条鱼就给泥花猫了 哇 这个鱼肚子好肥啊 你看像这种兴隆性的鱼啊 它肚子里面都没什么内脏的 试试 因为这个鱼是喂猫的 所以我们就不放盐啊 这油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油不应该过漆啊 没有过漆的油啊 给它加点水啊 哇 看 很白哦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别着急 等会吃啊 等会吃 这个看着还是蛮诱人的啊 这个猫咪已经迫不及待了 因为它怀孕了 没办法 必须得给它弄点好吃的